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止一千公里 网友也狂酸 要他别再来乱 头要来看到是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公 现在传出呢 他居然在这个疫情肆虐时期耍特犬 跑到德国度假饭店去避难 甚至带着二十名的后宫家里一起去 我们连线记者陈怀安 高雄的新兴区跟左营区都发生斗殴事件 其中要来看到是在新兴区的部分 甚至还有民众被扼杀 砍到满身是血 一边信费的问题起了争执 昨天晚间在桃园市发生一起呢 壮汉拿安全帽 暴打女店员的暴力事件 台湾肺炎现在成了最新的诈骗手法 就有富人差点被骗 幸好当时银行行员察觉有意报案处理 这次状况还要来看都是台中市警察局 破坏了诈骗机房 原来这嫌犯是假冒中国北京公安局的人员 散布了假讯息对中国人进行诈骗 破坏了八起的确诊个案 那么累计总确诊数突破了300大关 来到了306例 而当中有5名患者死亡 其中在新增个案当中 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一位 他是实践大学的兼任老师 根据了解这位老师 他是在上月20号前往了美国旅游 正月2号返台 事实上他这个返台时间点呢 距离指挥中心的回溯裁剪 只差了一天时间 返国之后 这一位老师多次进入到学校里面来上课 但是也因为他陆续出现像是咳嗽 发烧头痛症状 他三次前往诊所来就医 而当时呢是被诊断式感冒 由于他病情都没有改善 直到28号 他第四次前往了大医院就医 结果进而住院 在昨天确诊染病 只不过距离他发病到确诊 这已经相隔了24天 由于这一位老师呢 他只有一门课分组来授课 因此呢现在在校园里面 师生一共是有21人居家隔离 另外还有22个人自主健康管理 除此之外 现在校方也进行了全面消毒 针对了防疫管控是更加严格 持续来追踪这一名实践大学的老师 他是在这个月号返台 结果呢 却在发病之后的24天 也就是这个月28号医院裁剪通报 他才确诊 事实上在这个月13号呢 美国三个州的旅游疫情提升到二级 直到这个月18号 美国全境提升到三级 偏偏呢 刚好这位老师回国时间 错过了回溯裁剪的时间 一开始症状他也只有咳嗽 因此诊所是诊断 他是上呼吸道感染 直到他因为发烧到医院 被裁剪通报 这诊所似乎警觉心不够 我们要来看到是因为接待的交通部 观光局主命的儿子返国 结果导致观光局驻桃园机场人员 感染了武汉肺炎 甚至他五岁儿子也染病 整起事件现在持续延烧 而现在要来追的呢 除了是这位主命 他没有请假就外出来接机 另外他的儿子 究竟有没有依照规定 如实来填写健康声明书 根据了解了主命的儿子呢 他是在这个月一号 因为喉咙痛 还有发烧等等症状 其实他在菲律宾 已经住院了三天 当时他有吃抗生素 以及类固醇 20号搭击返台时候 因为没有症状 在这个健康声明书上呢 只有要求填写 14天之内的症状 也因此当时 他就勾选了无症状 但是返台之后 他是在21号开始停药 22号发烧 进而确减 但是由于他一个人染病 结果又传染给另外两个人 现在也被质疑了 依照传染病防治法 他恐怕已经违法了 现在对观光局主命 让夏楚去接待儿子 结果造成疫情扩散 现在他也遭到 拔官调查 行政院长苏贞昌 今天他就痛批了 这官场漏袭 非常不应该 这起案件 行政院长苏贞昌 今天又痛批了 说这是官场漏袭 虽然呢 交通部长林扎隆 已经发声明 对这名官员 作出了处分 但是现在外界也质疑了 只有这样子 这是否足够 毕竟像是这样的事情 不只是影响到官员的名誉 甚至也让其他人 健康遭受到威胁 增加了防疫负担 这样的状况 我来看到 这是澎湖一队 在中国厦门居住 三个多月的父子 昨天他们搭击返台 由于这一队父子呢 他们不接受 澎湖县政府的安排 为在台北市的防疫旅馆 他们坚持要搭击返回到澎湖 再加上中央也没有 相关的防疫规定 澎湖县政府 无计可施之下 他们只好在机场 严正以待 焦点就要来看到 美国疫情 现在是持续在暴增 全美的确诊数字 已经突破了16万起 而其中在纽约州 更是重灾区 当地确诊人数 超过了6万人 另外还有超过了 1200人死亡 现在纽约州长 发出了求救呼吁 希望全美医护人员 来帮助纽约派人 前往纽约来支援 现在网络上 也出现这样的影片 这是一间位 在布鲁克林的医院 一具一具的遗体 都被抬出来 多到必须使用 大型的冷冻货柜车来装 美国专家就预测了 秋天可能还会有 第二波的病毒爆发 中国的武汉肺炎 现在真的是 演变成全球灾难 而为了撇清国际 骂名进来 中国是大动作在洗白 还主动呢 援助其他国家 包括世纪啦 以及口罩等等的防疫物资 但是连日来 却被爆出 像是口罩品质不佳 世纪卷确率低 中国似乎因此 是面子挂不住 像是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回呛 像中国采购时候 不要贪小便宜 独家主席习近平 日前是前往了浙江来视察 这也是在疫情爆发之后 他第二次离开了 北京公开视察 但是实际观察 习近平前往宁泊 周三港码头时候 他没戴口罩 而且在其他的工业园区 他也只戴上外科口罩 而非是N95口罩 在在似乎都在显示 中国的疫情已经好转 现在重心要放在 恢复经济上头 71岁的英国王储查尔斯 日前被证实感染了武汉肺炎 而时隔一个礼拜 现在英国王是证实了 目前查尔斯身体状况良好 他已经解除隔离 只不过目前欧洲各国 疫情依旧是水深火热 像是在葡萄牙出生了 一名14岁寿年 染疫身亡 他也成为了目前欧洲 最年轻的武汉肺炎死亡病例 因为到国内来看到 是在立法院现在为了避免群聚感染 事实上从昨天开始就要来限制进场人数 只开放了10张的旁听证给媒体同业 但是发放5分钟时间就立刻被抢光 影响让许多媒体因此而扑空 但实际观察 事实上在场外走廊 还是人满为患 看起来防疫效果恐怕有限 立院门口挤满人 因为现在进委员会可得当早鸟 只因旁听证有限制 被堵在门口的媒体 当长坑工作人员吵了起来 问题总是要给平面一张 对啊 都给电视台 我们平面还需要 至少跟我们一起讲 媒体拿不到号码拍 工作人员也只能无奈低头 10张旁听证一开放领取就被抢光 尤其像是热门的委员会 不到8点就有媒体在排队 甚至还有人会定点定时来查证 原来是为了避免立院被武汉肺炎攻陷 30号起进入各委员会议室 必须以号码管制进场人流 除了立委跟官员外 小型委员会只开放幕僚 跟媒体50人进场 大型委员会则开放80人 但这其中只有两成的名额 是留给记者媒体 但也因为一个委员会记者证件就这几张 所以工作人员还得拜托大家没有要采访的 请快快归还 42 43 为了防疫不止线索媒体采访 立院更打算如果有两位立委确诊 就将请立法院长召集朝野协商 讨论是否启动线上会议 各式的措施全面动起来 立院要避免成为群聚感染的大源头 记者综合报导 好似乎就是因为世界各国呢 对于WHO藐视台湾的行径 同声谴责之后呢 现在日前这个中国驻日代表就召开记者会 通过说中国有意是要让台湾 是以观察员身份常态性来加入WHA 那么除此之外 日前WHO还发声明 以台湾称呼我们 那么非之前使用的台北 以及周边地区的贬义词 这都让外界猜测 台湾可能有望加入世卫组织 疫情声务的影响 那么疫情指挥中心已经下令了 从现在开始回台湾的民众 都必须要居家检疫14天 想不到对此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却反击认为 目前呢居家检疫人数太多 结果导致地方的民政系统吃不消 除此之外他也提议了 他认为欧美等国家 现在状况也是越趋越严重 因此呢这些人应该要和中国 回台湾的国民一样 回国之后统一送往 检疫处所来进行隔离 内政部长徐国勇 将警政署长陈嘉青 韩送法办 这也让府院高层 以及民进党立委高度不满 现在国民党立委对此也是相当关注 那么今天立法院就进行了总质询 蓝委当场呢就问苏贞昌 整体事件应该要如何处理 苏贵则说现在全国要团结来抗议 不要被病毒见缝插针 也因此蓝委就追问了 这病毒难道指的是徐国勇吗 对此苏贵则再度强调 就是要防疫 随时警报带您来看到 昨天在台北市中山区 大折一间银行发生了一起抢案 当时一名歹徒呢 他开枪打伤了保全 甚至短短74秒钟时间 他抢走了78万元 随后就开始偷来寄钱车逃逸 并且呢他把车子就丢弃在 桃源龟山一带 警方获报终是持续追踪 这一名抢匪的警督 事后发现定义嫌犯非常的狡猾 他在桃源一带逃窜 而且不断是变换交通工具 来设下断点 也增加警方查起困难 但肺炎疫情影响层面相当大 现在受到原物料缺货的影响 食药署通报光是三月份 缺了上百款的药品 包括常见的甲状腺素 致痛钉等等 这些都是以往不曾缺货的 也因此呢要是担心 现在缺药严重 最受到影响就是慢性病患者 现在食药署呢 预计和社区的药局以及临床 药学会来进行合作 当务之急呢 就是要找出替代药品 回到学院现场腰带人来看到 是苗栗县竹南分局远景日前 蓝茶道一名家住在新竹市 应该要在居家检疫中年男子 他居然在外头到处乱跑 卫生局认为事态严重 因此决定家中才罚20万元 想不到昨天 新竹县又传来说一名男子 这月29号从美国返台 但居然没有在居家检疫 事后呢 经过警方调查 才发现原来是乌龙一场 这名男子一下机 就直接入住在台北市的 方毅旅馆 当前居然是有卖家 大发灾难财 这是张华的民宿业者呢 他在脸书上面 购买了一支这个额温枪 那么一支又下1580元 想不到他收到货付货取缓之后呢 这包裹里面 装的却是一小罐酒精 还有一支百元温度计 日本疫情升温 现在呢 东京都知识小池百合解 呼吁民众不要去声色场所 就是因为这些夜间营业场所 开始出现了一次群聚感染事件 虽然当局现在也否认 东京要在4月1号封城的谣言 但是面对疫情严峻 有专家认为 东京封城的几率是越来越高了 但是一旦封城 光是一个月时间 日本就会准时折合台币1.4兆元 群聚感染 还记得南韩先进 因为大出了新天地教会 结果导致确诊病例数大暴增 想不到现在又传出了类似状况 这次会在首尔的一间教会 也爆发了群聚感染 根据统计 目前至少有超过30个人 群现在在全球蔓延 许多国家政治人物 也纷纷面临到感染危机 包括是已经确诊英国首相强身 现在传出身边的首席幕僚康明兹 他也出现了症状 目前正在接受隔离 除此之外呢 以色列总理尼潭亚伯的一名助理也确诊 而由于两个人曾经一起出席国会 有感染风险 现在泥潭亚伙也将要进行隔离 贝律宾的马尼拉 为了要防止疫情失控 事上从正月15号就开始封城 一个月时间 不只是民众人心惶惶 现在还传出来 说从明天开始超市也要歇业了 这让民众赶紧到超市去囤积食材 即便针对着超市关闭 可能只是谣言 但是民众也说 为了要活命 还是要立刻去抢购 是出现了防疫破口吗 要带您来看到 是高雄的一名女子 这月27号 她从柬埔寨返国 当时是在亲友安排之下 她从桃园机场 就搭着防疫巴士 返回到高雄 只问令她傻眼的是 乘客下车之后呢 就跟一般乘客一样 鸟兽散 现场完全没有人在做控管 也让她质疑着返向的 最后一里路 可能会成为防疫破口 就跟一般人在做控管 就跟一般人在做控管 你还能够抢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